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中国的赶海或者是一些农村的视频 如果你有看的话你会发现到这款车 其实在这些影片它的出镜率是非常的高的 没有错 今天我们要拍的就是这款车 JMC 的这一个 VEGAS PRO 其实它在中国叫做江陵玉虎 那么这款车有什么能耐可以在中国卖那么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要先讲一下这个企业的背景 是在中国呢有两个很著名的皮卡制造商啦 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长城汽车 然后其实另外一个就是江陵 江陵在中国的皮卡市占率还是蛮高的 所以呢这一款也是他们的主力产品 进军海外市场其实也是依靠这个产品 如果你单单看这个外观设计的话 你会觉得这一个 VEGAS PRO 呢 它外观是非常的有辨识度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水箱护罩 这个水箱护罩的面积非常的大 然后还有这个镀铬材质做点缀 而且其实它这样子的design不只是美而已 它可以帮助引擎进气散热 还有提高引擎的进气效率 所以这个设计其实是有功用在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非常锐利的灯组 不过这灯组里面内建的灯源其实还是这个 Halogen 但是它有配备这个 Projector 日后你要自行更换的话 其实是可以更换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原厂可以配来这个 LED 的话会更好啦 然后当然作为一个 Pika Truck 呢 它不能破缺的就是这一个 Ford Light 然后 Ford Light 旁边其实也是有这个日渐行车的设计 如果你问我我个人觉得这一辆车呢 它的这个整个车头设计是非常硬朗非常好看的 甚至不输给在马来西亚热卖的国际热门 Pika Truck 不过呢有点要告诉大家就是这款车的这个车身时嘛 如果是对比我们熟悉的 Hilux Trident 啊 它可能会小一点点 但是同样的它在市区驾驶的灵活性其实也是会比较高 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车车 我很喜欢它这个双色的这一个花瓣式轮圈设计 然后它的这个尺寸是16寸而已 16寸可能你觉得没有这样霸气 但是对于你日后更换轮胎的飞用呢 是确实会比较有优势 然后你其实从这边你可以看到 这款Pika Truck呢 它其实采用的是我们熟悉的这个 有大量的这个飞车载式车身结构 这样子的设计不仅代表着它有出色的承重能力 而且你真的去Off-Road的话 它也是可以承受那个冲击力 而且重点是这辆车有这个四轮切换的系统 所以当你真正需要Off-Road的话 这辆车是可以的 而且原厂也把这辆车定位为你的工作伙伴 也就是讲它不是一些时下流行的Pika Truck 好像Ford Ranger或者Triton这样 它们可能会比较偏向Light Style 也就是可能你日常代步使用 你并不是拿来工作用 可是这辆车的定位就是完完全全纯粹的Wall Horse 也就是你的工作车辆 这辆车呢它原厂就配备了这个踏板 方便你上下车 不过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这辆车的车身码其实小一点点 你看如果我站在地上的话哦 我的车我的人还是高过这辆车 跟一般的Pika相比它确实矮了一点点 但是大家就不要以为它车是矮了过后 它的通过能力就会降低 你可以看我用我的小腿来做一个测量 其实这辆车的离地高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遇到淹水啊 或者是遇到很崎岖的路面啊 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情况 它要通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为一辆Pika Truck啊 后面的载务空间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后面的载务空间 首先呢这个开门的地方它有一个camera 它是有reverse cam的 然后你按一下 你就可以放掉 因为这辆车它配备有这个辅助式的开门设计 但是这个是optional的啦 你看我坐上去 它可以承受我的重量 然后这边的这个载务空间呢 其实也是很出色的下 如果讲你是有时候你真的是因为工作原因 你需要载一些肥料啊 载一些桶啊 或者载一些器材 这辆车的这个后面的载务空间 其实是可以满足你的需求的 而且它还有很多贴心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吗 然后你这边也有 那边也有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勾环 这些东西就是给你固定你后面的货物的 你可以绑绳子什么把它固定起来 所以这辆车完完全全就是为了你的工作需求而开发的 给大家看这个Vegas Pro有个很好料的地方 看到吗 它竟然有油压顶杆 这种大概是10万多一点点的 这个PikaTrak有油压顶杆 很多它的这个 竞争对手价钱比它更贵的都没有这个东西 OK 然后我们再来讲它的引擎啦 其实引擎是它的重点 这个引擎是H2.0公升的柴油涡轮增加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141PS大概是138HP左右 峰值扭力表现是340Nm 虽然讲动力不是很出色 但是基本上对于你日常载货的这种使用需求呢 其实是足够的 然后还有一点是 它的这个官方油耗其实非常非常的低 官方显示只有7.8公升100公里 以这个PikaTrak来讲它确实很低 它这个油耗真的很出色 重点是2.0公升的入税呢是非常的便宜的 基本上就是比这个Istu D-Max 1.9贵一点点而已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我可以跟你肯定真的是这辆车指挥标价的地方 也就是它用的gearbox呢 BMW同款ZF的八速后驱自排变速箱 没有啦其实严格来讲也不算是BMW同款啦 但是就是ZF所提供的八速自排变速箱 这个八速自排变速箱的逻辑反应我觉得还不错 而且重点是在这个价位你竟然可以买到8AT 你看一下目前呢市场上有谁的变速箱比它的档位更多 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只有一辆Forg Ranger而已 这辆车呢是没有配备这个keyless entry的 可能院长是考虑到这个车辆的成本其实没有很高 然后另外一个重点是他们可能考虑到少一个香炉少一只龟 所以因为这种车是工作使用的 所以他们就没有给你这个keyless entry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好啦 OK这个内装呢让我最惊艳的地方就是这个排档杆 刚才我讲的这个变速箱呢是BMW同款变速箱呢 它的排档杆就是PJ的同款排档杆 这个设计真的很像电子排档杆 而且使用起来的逻辑呢感受都很好 我觉得这个排档杆是整个内装的重点 然后还有这个很高的这个手刹车 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置物空间 然后中央扶手等等 基本上就是中规中矩 然后这边还配备了一个触屏主机 这个触屏主机有着一个倒车显示的功能 但是基本上就是蓝牙啊唱机啊打电话等等 没有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然后下面这边就是一些使用这个触屏主机的按键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USB插槽 可以帮你的手机充电 或者是来读这个USB的歌 然后功能键等等等等 下面就是冷气的控制面板 这个冷气的控制面板设计也相对的简单 其实在国外它是有一个比较先进科技的版本 但是来到马来西亚市场或许是考虑到成本的因素 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取消掉了 采用的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设计风格 然后再往下看它就有这个2H 4H跟4L的切换 也就是说这个四轮传动系统的切换 然后还有其他的功能像是这个关掉side mirror 然后有这个电子防滑的功能 陡坡缓降辅助还有Parking Sensor的开关 所以这辆车作为一辆Peca Truck 基本上该有的功能它都是有的 但是在气囊素方面它就只有两个啦 并没有6气囊 剩下的细节方面这个方向盘 它是这种两幅式的设计下面没有的 握杆其实还还不错的 我还蛮喜欢这个握杆的 然后它还有换挡薄片 然后上面有一些快捷键啊 这边是音响的快捷键 然后这边是这个定速巡航的按键 然后这个车辆居然还配备了 Auto 的雨刷跟Auto 大灯 然后这个仪表的设计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啦 看起来不会太朴素 虽然讲它不是这种数位化的预标 然后它的传统指针也很清晰 中间有一个单色荧幕可以显示车辆的讯息 然后这边还有Piano Black做点缀 所以其实这辆车的设计我觉得 算不上很出色很Impress 但是中规中矩不过不实 及格分还是有的 然后这辆车还有一个重点 让我很惊讶的是它的这个音响 开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音响的表现我觉得我可以给到75分 以一辆这种Big Car Truck来讲 可以给到这样的音响 我只能说不愧是中国的车 这些功夫它真的就做到很好 Big Car Truck 不管是哪一款都好 后面你就不要想要有实时性了 因为这种车其实基本上真的是难做工的 你看像这个Vegas Pro 这样 它的后座空间表现我觉得还蛮普通一下啦 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我坐下去的话 你看我基本上我的脚都快要顶前面的这个座椅了 一个拳头的位置 然后我的头顶已经基本上是顶着了 这个乘坐感受讲不上舒服啦 但是如果是讲你真的去工作的话 有时候你要开这个车子进去这个森林里面 短途的驾驶还是OK的 但是舒适性的话可能就普普通通 这个都是这种Big Car Truck 没有办法避免的 可是哦 它竟然还有给到这个室内灯 这个室内灯真的是有时候还蛮方便的 有时是你在可能真的是在一些比较暗的地方你要找东西 这个灯打开过后 就会提供你一定的亮度给你去拿东西 我觉得这个还蛮便利的 不过呢基本上这个后座 哪一桩就插播的是这样啦 可是有让我很惊讶的是 它还是配备了三个3.4的安全带 提供后座乘客的保障 OK啦讲了这么多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这个试驾环节 OK现在我们就去试驾这个Vegas Pro X 不过都不说这个电子排挡杆真的是还蛮好关系的 这辆车的Off-Road我们就不讲啦 Pick Car Truck哪里有一辆是Off-Road能力不好的 我其实比较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辆车在市区驾驶的感受 因为这辆车的市区驾驶呢确实真的是有惊喜 当然这辆车跟很多的Pick Car Truck一样 它采用的是这个油压助力的方向盘 所以它的手感会比这种电子助力方向盘更好 然后加上这辆车就像我讲的 其实这辆车的车层次嘛 是比起这种Hilux Triton都比较小的 所以它开起来还蛮灵活的 你看基本上我驾这辆车我可以去用很extreme 就是很极端的方式去驾它 然后它的这个变速箱大家可以感受到 它的变速箱基本上是很灵灵的换牙 因为这个ZF就是出了名的 它的那个换牙的速度跟逻辑是神换档 我们都叫它神级调教 所以在这台车上面这个变速箱的表现是不错的 OK 然后我再过一个弯 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个Vegas Pro的 这一个底盘实力到哪里了 当然侧倾是一定会有的 但是这辆车基本上都可以hold得住 加上这个变速箱呢 你在生产油门的时候它很快很积极的换档 所以可以提供你一个很好的加速表现 当然这个很好的加速表现 你不可以拿一根Ranger啊 然后拿一根Hilux的2.8的版本来比 如果是想对于这种一般的四驱驾驶的话 它其实还蛮灵活的 只是我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 这个引擎的声浪是比较明显 它的防火墙隔音比较没有那么好 所以你看 当我拉高RPM 当RPM去到3000转以上的时候 你就可以听到这个引擎的声浪是比较吵一点点的 但是这个变速箱 我只可以讲ZF 真的是ZF 这个变速箱做得太好了 单单评论变速箱啦 就评论变速箱罢了啊 它的变速箱的换档逻辑跟顺畅度 不会输给Hilux 2.8 甚至比起新一代Ranger的这个1080还要好 不过我觉得这个2.0的柴油引擎 可能有时候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它的这个动力储备可能会稍微弱一点点 如果你只是在市区驾驶或者是你真的是在这个森林 或者是巴里面你载动物行驶的话 我相信这个引擎的推力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在高速公路行驶 例如讲110之后呢 你会就明显feel到这个引擎的动力储备确实是弱一点点 然后再接下来就讲的就是这辆车的舒适程度 OK 后座因为空间比较小嘛 所以它的舒适度肯定就普普通通 但是在前座的话我觉得还是行的 最起码这辆车我在走这种不平路面的时候 或者是过减速带或者是过这个bump的时候 基本上都不会觉得它有很明显的弹跳 舒适度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这个是也是我的surprise之一啦 因为一向来我对于Pickup Truck的这个印象 包括Navara包括Triton包括D-Max等等的Pickup Truck 我都觉得你在市区驾驶怎样它还是有点明显的弹跳 但是这个我觉得还OK 然后我们问一下后座的摄影小哥 你觉得这个舒适度怎样还可以吗 我说话还蛮舒服的 有点surprise是不是 对对对 Pickup Truck竟然可以有这样子的 后选要挑选 但是还是必须承认啦 后座的空间表现确实是小了一点点 但是基本上 这台车市区驾驶开起来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灵活 然后舒适度还好 然后重点是这个油门 跟这个引擎的调教啊 都是比较轻盈 比较适合市区驾驶 然后重点是这辆车的驾驶感受 我觉得它的handling还是不错的 这一点 有一点小小的surprise啦 当然我讲的这个surprise是在这个价位下 你可以考虑你可以拿到的东西 你真的要去跟这个 Ranger 的顶级版 Triton 的顶级版 或者是Hilax 的顶级版相比的话 我觉得它就真的是会有一定的差距 可是考虑一下 这个价钱最少差了一个4万块到5万块左右 拿到这样子的表现 你可以不可以接受 给我的话我是可以 所以一切都是看你的预算来做事 如果你今天觉得你的预算到了这个程度 你可以拿到更好的option 当然你可以go for 更好的option 但是如果今天你的预算就在这边的话 这个Vegas Pro 整体的表现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 尤其是真的它的弯道真的 有让我有蛮大的surprise啊 所以其实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会有人讲这辆车很烂 你要讲它是天下无敌 它当然不是天下无敌 但是你要讲到它烂 完全的不至于 其实在我拍这辆车之前 我已经想到大家会有怎样的comment 大家第一个来问的问题就是 这辆车有没有Parks 老实话这辆车呢 的Parks的供应你应该不需要担心 因为在我拿车的时候 我就直接问了他们负责人 这辆车会不会有Parks供应的问题 然后他们很肯定的告诉我 这个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已经做了这个Parks的规划 Parks的储备是足够的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车子没有零件 然后第二点就是 他们也很坦诚告诉我 这辆车的这个瞄准对手 不是像D-MAX 不是像Hilax 这样的PikaTrak 他们瞄准的是一个比较 中价然后有性价比的皮卡车型 因为如果你去10万令吉 你要去买其他品牌的皮卡 你买得到 但是可能都是比较入门级的车款 配备不会有这款好 所以他们瞄准的就是这个市场 而且他们瞄准的也不是那种 Light Style Market 他们是真正的提供这些工作需求 有需要PikaTrak的人们一个选择 老实讲 如果你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去试驾看看 因为搞不好试驾了你会改观 然后关于这辆车是不是有缺点 其实还是有的 我觉得像是这种气囊素啊 然后这种灯组啊 其实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option 例如讲 你可以给一下LED灯 然后气囊的数量可以多一点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更吸引消费者 至于呢内装设计可能普通一点 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这辆车就像我讲的 它主要是瞄准工作人群 所以这个内装简洁好用就好 不知道你对这辆车有什么看法 你是觉得这辆车值得可以尝试 还是觉得它贵 我跟你讲老实话一句 其实我在拍这辆车之前 我有跟其他的媒体沟通下 问他们对这辆车的意见 其实这辆车他们的意见很两极 有一些讲 嗯这辆车其实不错 蛮surprise的 有一些直接讲它烂 但是我个人我觉得它是不错的车型 所以我会强烈推荐大家去试驾一下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讲的好了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 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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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